钟佩军议员有指控我有不当的行为 我坦诚上一次跟钟佩军议员在邀约影验之后 我当天完全喝到断片 所以后续发生的事情我真心完全不清楚 钟议员对我所做的事情直接提出指控 我想我没有办法否认 因为坦白讲我没有任何的 时事评论员朱学恒的性骚扰行为 近日被台北市议员钟佩军揭露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此事件被网络红人四叉猫流语 迅速挖出朱学恒三年前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钟佩军笔记迷照片的贴文 以调侃猪早就在意营中 吸引了大批网友的关注 钟佩军在8日的Facebook贴文中 披露了事件的细节 他回忆说去年8月6日的一个晚上 他与朱学恒和一名女医生H共进晚餐 当晚餐结束后 H离开餐厅后不久 坐在钟佩军对面的朱学恒突然站起来 绕过餐桌朝他走来 毫无预警地强吻了他 并说了一句反正你明天也不会记得 钟佩军回忆起这一幕时感到震惊和恶心 嘴唇传来的冰冷感让我整个人像是被冻住了 脑中充斥着无数个问号 我为什么没来得及给他一个巴掌 这样餐厅会不会报警 我应该尖叫吗 外面的人会不会认出我们 他不是个好大哥吗 钟佩军气愤地表示 最近密兔运动在政界和饮食圈引发了广泛关注 而就在本周一五日录制节目时 同样受邀的朱学恒居然当住他的面 义正词严地谴责性骚扰行为 这让钟佩军无法接受 他说他怎么敢 他怎么好意思 我脑中嗡嗡作响 既震惊又愤怒 钟佩军还透露 直到现在 他得知自己并不是唯一一位受到朱学恒强搂强吻的人 消息曝光后 立即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刘宇第一时间找到了朱学恒 在2020年7月10日 在Facebook上分享钟佩军比基尼照片的贴文 还对钟的身材进行了评论 在贴文中留言 朝圣一下 2023年6月8日 照片中 可以看到钟佩军身穿绿色比基尼 手中捧着一碗错冰 对住镜头笑容满面 朱学恒在贴文中写下了这尺寸 我觉得不对的评论 似乎在纸中的照碑 不少网友也纷纷在该贴文下嘲讽 恶男果然有迹可循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啊 来打卡了 原来那时候就开始一因人家了 面对钟佩军的指控 朱学恒宣称自己当天喝醉了 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但对于钟佩军的指控 他无法否认 并表示自己已经写了道歉信 愿意接受相关的法律程式 这起事件的曝光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也再次提醒我们在社会交往中要保护自己的尊严和权益 我们需要呼唤正义保护每个人的安全和尊严 共同营造一个没有性骚扰和暴力的社会 无论在何时何地对于性骚扰和不当行为 我们都应该敢于说不 勇敢站出来寻求帮助和支持 通过曝光和讨论 我们可以唤起社会的关注和改变 共同创造一个更加平等和尊重的社会环境 让我们共同努力 为每一个受到性骚扰伤害的人发声 让正义得到伸张 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美好